第26题,如右图所示,甲金属不带电,乙金属带大量正电荷,若将甲乙两金属接触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甲乙两个接触就会成为了接触起电,在接触起电之前它会先产生静电感应,也就是这里的近端会生负电荷,而远端会生正电荷,当两个接触的时候正负电会中和,老师上课讲过真正会动的是电子, 是自由电子,是负电,所以是负电会跑过来,跟正电中和,所以选项里面只要出现正电荷会移动的,都是错的,正电荷是不会动的,那这里说诸说没有任何变化,当然也是错的,接触起电之后,我们的负电被中和掉之后,甲呢就会带正电,乙也会带正电,这个叫做接触起电,所以我们的过程是我们的甲有电子跑到以这边来,选项A的叙述是 是对的,因此第26题问我们说,若将甲乙两金属接触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择是A,甲金属中的一部分电子会移动到乙金属, 谭子,到吻的时候唉,这并是从此对的通过来,先来吃火星 comes, Lorneze并引起来, 我们说这三条目的花围重路还是新婚理进后,我们说是定寻的有动物, 是定寻的东西 vision是个社会移动的对方公路腎有什么ства,